妈 妈 鬼女来了 是呀 爸 来来 坐下来 行 这是我家自己种的白菜 妈 嗯 你还好意思说 拿两个白菜 睡觉没有啊 你都不会给我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呀 妈 你看你说的 这不是我爸喜欢吃白菜吗 哼 还你爸爱吃 也好意思的说 别烂我 要他那么大了 来了 连个肉都不舍得买 有肉 谁要吃白菜呀 废物一个 别要他了 没灵 别烂我 就你在一边抓好人 我说的是实话 妈 我知道了 这我下次来啊 肯定给你买 下次 你不需要再来啦 我跟你爸 这身体都好好的 你不来啊 也胜得你宝费 美玲 这鬼女来看咱们的 你看 看什么干呀 不看我我也不来劲呢 好帅 快点 妈该在家等急了 行行 爸 妈 鬼女来的 快上去下 没得演一句 娘娘 赶快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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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我想死你了 妈也叫你 好帅 你瞧瞧你 来就来的 还没那么多东西 上次你来买的东西 妈还没吃完呢 妈 这我们啊 给你买东西 这不都是应该的吗 好帅 下次来啊 别再买东西了 你瞧瞧你 不像目前人啊 来了 只拿两个大白菜 我这C点 看到就来气 姐 你也来了呀 你看我 这光顾着给妈说话了 都没有看见你 是啊 媛媛 我这也刚到 姐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 你怎么又黑了呀 你看你这皮肤 又黑又黄的 这和妈站在一起啊 哪像母女啊 像姐妹 是吗 你看 我这几天啊 光顾着养殖场的事 也没时间打扮自己 哟 姐 你那个养殖场 还撑着呢 这前阵子 不是听说 倒闭了吗 唉 我看啊 要是不行 赶紧卖了算了 还有姐 下次你来妈家 你跟我说一声啊 我开车啊 去接你 我们那个车啊 空间大着呢 能装下好几个人呢 不用了 这我自己想来啊 有电动车 这我骑着 也挺方便的 姐 你那电动车 你还骑它干什么呀 干脆啊 扔了得了 你看 这骑个电动车啊 冬天冷 夏夏晒的 还不如啊 趁我们的车 里面啊 还有暖气呢 行了行了 你们都稍说两句吧 唉 你们准备吃什么饭 我去做 做什么饭呀 就你在这儿抓好人 姐 你这来看吗 就真拿了两颗大白菜呀 唉呀 姐 不是我说你 你这 该不会是喂猪生涯来了吧 这 我估计喂猪猪都不吃呢 姐 你现在这么露破吗 这来的时候 颠两箱东西 也花不了多少钱 对呀 你也跟我们比比 你看我没颠了多少箱东西 哪箱你呀 也太不孝顺了 你要是真没钱呀 你就跟我说 我买两箱东西 给你送过去 到时候 来看咱爸妈的时候 你颠过来 这脸上 不是也有面子吗 再说了 咱爸妈 看着你颠的东西 也不生气呀 我说圆圆好帅 你们两个 这一年到头能来几趟啊 我这三天两头的来看爸妈 你没来过吗 你来了 你来那么多的 有什么用 瞧瞧你 瞧瞧他们 他们给我拿的啥 你给我拿的啥呀 别让我把自己笑嘴 行了 还在这儿做事干啥 先走快去 看到你走快 萱萱 你啊 不用去 石头 你怎么来了 萱萱 你自己一个人来啊 我不放心 所以啊 就跟过来了 妈 你又不是只有萱萱这一个女儿 为什么 怎样她自己去做饭呢 石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她不一做饭 难道还让你妹妹去做呀 你妹妹这身份 做最贵呀 她这房教授 是干活的人吗 她身份尊贵 她不是干活的人 妈 我问你 这谁生下来 是干活的人呀 妈 我告诉你 就算呀 她们家再有钱 她们呀 也是你的女儿 她给你做饭呀 也是应该的 妈 你想一想 这我和萱萱 我们两个没有破产的时候 对你们二老多好呀 我们养殖场 生意好的时候 每次来 那猪肉 我们两个 不是成扇子成扇子的 给你们带呀 现在倒好 我们的生意啊 还没有破产的 只是不景气 这来到你们家 你们是怎样对待 我们两个人的呀 妈 你再想一想 你生命住院的时候 是谁照顾的你 不是我和萱萱 我们两个 没日没夜的 在医院伺候你吗 那时候 你的小女儿 她们两个在哪呀 我和萱萱呀 我们两个 现在是没有钱 你的小女儿啊 她们的条件 是好了一点 可是 她们再有钱 又能怎么样呀 我们两个 花过她们一分钱吗 师弟 你是不是想造反呀 你一个女婿 来到我们家 给我买点吃的喝的 怎么了 我爸闺女要那么大 嫁给了你 我还回呢 就是 这小姐妈 都是应该的 这买点东西 竟然还抱怨起来了 是 妈 我作为你的女婿啊 给你买些吃的 买些喝的 照顾你啊 都是应该的 可是 我们现在破产了 是不假 但是我们 像你张国口 像你们要我一分钱吗 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们 凭什么这样对萱萱呀 行了 你们都别说了 爸 你为了不让她说啊 这石头说的 难道有错吗 这从小到大 你们都偏向我妹妹 我也是你们的女儿 为什么所有的委屈 都让我一个人受 你们有为我考虑过吗 是啊 爸 妈 今天啊 我就告诉你们吧 就算我们两个呀 在外面饿死 也不会啊 张嘴向你们要一分钱 我在这听半天了 这你们的脾气 可真是不小啊 这怎么说 妈也是个长辈 你们啊 身为晚辈 怎么能这么给妈说话呢 一点都不知道 尊老爱幼 这我给我爸妈说话呢 有你说话的份吗 姐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吧 这她也是 咱爸妈的女婿呀 她也是咱们家里的一分子呀 她有权利说你 行 想说我是吧 那好 咱们今天 就好好算到这笔账 好呀 我当然要听听 你啊 到底是怎么跟我算这个账 媛媛 好帅 这你们刚结婚的时候 好帅家里穷 连一包盐都买不起 你们去我家借钱 就算我们不吃不喝 也会把钱借给你们 我跟你姐夫说什么了吗 还有 你们当时 条件不好 每次来爸妈家 都是空着手来的 我也有嘲笑过你们吗 是啊 当初我和你姐 我们那么帮助你们 现在 你们是怎么对我们的呀 对我们冷嘲热讽 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 要是没有我和你姐的帮助 你们两个会有今天吗 爸 妈 更让我想不到的 是你们竟然 也会拿这样的态度 对我们 这萱萱啊 也是你们的女儿 现在我们两个啊 是遇到困难了 我不求你们啊 能雪中送炭 只求你们别落井下石 是啊 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 最看不起我们的人 竟然是我身边 跟我最亲近的人 行了 我也不说你们了 爸 妈 你们啊 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 我也没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这以后啊 我也不会再回来看你们了 石头 我没走 哎哎 熊熊 你看这是弄的 媛媛 不是我说你 你说 当初你没穷的时候 那姐少帮你了吗 还有美玲 你 你 你们好好讲讲吧 爸